美麗的畫面 嗨 美麗的畫面 謝謝 好棒 第一個是這個TP10 那 它最大的不同在於 所有的這類型的帳篷都是單層的帳篷 那我們這一件帳篷是雙層的帳篷 那 更大的垃圾傳統的這種液乾帳呢 它的柱子呢 是在整件帳篷的正中央 所以它會非常的難用 那 目前這一根柱子是斜的 所以 你看到這個碎墊兩米的空間呢 它可以就是 放兩個 那這一般的 這種圓形的帳篷 如果要放整這樣的話 大概要五米的空間 那就是 就是說現在 流行的單人的 或者是比較風格露營的一個方式 那 為什麼會有這種三角狀 跟一般傳統的帳 它會插在哪裡呢 嗯 這種是比較古老的印第安 一出口 對 就是說 一般的 一般的帳篷 這個 古老式的呢 就是要一個圓圈 下面都釘個釘子 然後中間一根柱子拉起來 那 架設也蠻方便的 那 就是說 現在 我們公司 主打就是這種有模具化的快速帳 哦 那 現在 我現在忽然看到這一款 那 現在這一款是我們 因應今年大家 就是喜歡風格露營做的一個 最特別的一個 非對稱式的 哦 它基於其他的空間 那也有 足夠大的 兩大兩小的 睡覺的感覺 了解 讚 OK 好 那介紹一下你們 我看你這款賣得好像不錯 這一款是我們的熱銷商品 對 一房一廳的八人檔 那 主體結構呢 就是我們的 模具化的快速檔 那 這一個 帳篷 今年最特別的是 我們 在 遮光頭部上的 眼鏡 那 上面有 燙印 長頸路 哦 那加上 上下對流孔 OK 不會因為說 我們防水係數 都打營外 然後 產生這個 悶熱 反潮 OK 了解 它組合的時候 一定是 是組裡面 然後在組外面 這算外臟嗎 對 就是說主體只有三個結構 就是說 像開雨傘一樣 先把它 折開來 然後呢 把這一個腿 拉直 OK 喔 然後進去把它一揮 然後帳篷 在對角線的地方 是 過對角線的地方 它就會自動會掉起來 了解 所以說 原本的那個帳篷 是先架骨架 然後帳篷再掛上去的意思 對 一般的蒙古包 就是這樣做 哇靠 好棒啊 第三代了耶 OK OK 好 然後再架外面這一層 對 OK 喔好 OK 接下來呢 嗯 這個要介紹就是 也是 也是蠻個性化的 對 好 等一下 3 2 1 OK 就營營前哀 呃 黑色的 風格 那我們這一間呢 帳篷呢 特殊的是在這個 大巷口的 地址 就是說 布的表面 有 皮革的紋路 那 嗯 這件 黑色的帳篷呢 呃 因為它的遮光徒布 所以 當你 呃 不開燈的時候 裡面會是非常暗 那 現在露營的人希望 早上睡覺 不要太陽一起走 他就起床 那就是 就是說 遮光性最好的 他有這種需求 呵呵呵 已經需求到你們必須要做一個這樣的商品 讓他們來使用了 呵呵 就是大家都有這種困擾嘛 因為太陽大概五六點起來 那很容易就很早就起床 了解 嗨 全黑 呵呵呵 忍者黑 OK 好 謝謝 再來 哇 真的是 不經介紹完全不知道咧 這個是 對 就是說 英明現在戶外錄影 呃 呃 就新 新的一個產品 是一個 呃 呃 那 繼續採訪呢 因為帳篷呢 在門口高高1.9米 所以呢 大部分的 我們過來的特性帳篷 大概是3.5米 這一個帳篷 是近至0.5米 然後 中央的 周B面積 14米 所以它內部空間非常大 那 那 好棒 呃 因為快速這樣的結構 所以 它非常容易的搭設 那 通常 剛到營地 或剛到戶外的時候 需要一個遮陽的空間 讓我們就會馬上展開給你 滿意的 哈囉 嗨 美麗的畫面 呵呵呵 謝謝 好棒啊 真的 OK好 來 3.2.1 喂 這一領一樣是我們的一個 一房一拼的 八人的快速帳 那 有別於剛剛介紹的快速帳 這是1.4 那 這間快速帳呢 做法的用意呢 它比較用法 比較像一般的 蒙古包的用法 蒙古包的用法 蒙古包的用法呢 它都是隧道式 所以呢 當前門打開的時候 那整個空間 就像一個隧道一樣 嗯哼 然後加上前帽有圓弧的設計 OK 它是一個快速帳的結構 但是看起來就像是一個隧道道的設計 哇靠 不錯 啊 真是好 呵呵呵呵 OK